谁家小蛙这么强啊,一炮就能秒杀一片巨人,两炮就能把将亡秒了,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,其实,没进化前的小蛙战力极低,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嫁给豌豆骑士,豌豆骑士,我真的很喜欢你,你可以接受我的心意吗? 豌豆骑士还没开口,旁边的无赖草却先说话了,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,我哥们要跟公主结婚了,对不起,小蛙,虽然我也很爱你,但我们实属有缘无分, 说完,豌豆骑士就狠心离开了,小蛙伤心欲绝,跑来河边散心,没想到再次遇见了豌豆骑士,并且他和妈妈在一起 妈妈,其实我跟小蛙是真心相爱的,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娶向日葵公主,不愿意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呢? 孩子,其实妈妈也是无可奈何,六年前,你的爸爸带我们外出旅游,可没想到却被可恶的巨人偷袭,你老爹拼死挺身而战,为了掩护我们而被抓走,巨人实力太强,妈妈只好答应与葵花家族联姻,两族合力出兵,才有可能救出你爸爸。 得知真相的小蛙立即按下决心,我一定要变强,帮助豌豆哥哥就出爸爸,于是他立马来到了秘境空间,找到了西瓜大帝,西瓜大帝,听说你有一颗鲜豆,吃了它就能变强,是真的吗? 没错,但前提是你必须先通过我的三观考验,假如挑战失败,你就会沉睡二十年。 为了我的未婚夫,我不怕任何困难,本纯爱战士人申请出战。 小蛙,你第一关需要面对的是搏击手绣带。 我的天啊,怎么上来就这么难? 没关系,我跟小伙伴都会帮助你,只要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长按点赞两秒,就能给你增加九十九点攻击力,加油吧。 我还能勉勉强抢对付一个搏击手僵尸,但是这次来两个,我可该怎么办?小伙伴们,快帮帮我吧。 支持小蛙的小伙伴们人数非常多,攻击力疯狂翻倍,小蛙很快就解决了这关。 第二关你要对战的是橄榄球三人组。 橄榄球僵尸冲了出来,小蛙真的能打败他们吗? 西瓜大帝,这关还能帮帮我吗? 可以,只要现在小伙伴们发送一波变大,就有可能让你体积增大,战力翻翻。 原来我们草系植物也是可以变强的,小伙伴们快帮帮我,小蛙今天我要为爱冲锋。 在小伙伴们的支持下,小蛙竟然真的变大了不少,很快就解决了橄榄球三兄弟。 第三关你要面对的是深海巨人。 小蛙经过不懈努力,终于挑战成功,最终吃下了仙豆,进阶成功。 你们觉得他能打败巨人救出未婚夫的爸爸吗? 你们这批可恶的巨人,害得我无法和豌豆骑士哥哥结婚,我一定会打败你们,救出豌豆骑士哥哥的爸爸。 点赞关注评论。 这个精神,加油! 奥利哥! えー! 不希望跟flix experiences。 คน偏心感。 我们也可以钩一顴摩画在并非语问on上权自于、 被访下延遑的症挑思后。 真的那么准备的确实则 をى是不是一定要有 Forest的时间吧。